运河文化名城千年魅力四线 隋唐大运河四线段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大动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唐大运河通缉渠宿州四线段的28公里水道 被称为隋唐大运河通缉渠段现存最完整的活化石运河 这段风景秀丽的运河故道流过千年历史 基本保持了隋唐大运河的原始风貌 是一扇展示历史的静态窗口 也是一条流动的文化长廊 为更好的展示大运河通缉渠四线段遗址 四线着眼长远发展 合理利用运河遗产 对大运河四线段遗产区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 十三五收官 十四五开局 四线规划以大运河四线段遗址为中心的 大遗址保护利用发展方向为终点 以大运河段四线段为中心 确立了三区一线多点的文旅发展格局 其中 大运河四线文旅片区 大运河四线段沿线及相关文化文物资源点 作为四线文旅融合的主要内容 进行集中打造 发力打造水运四周运河名城 这一城市品牌 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工程 是珍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是活着的流动的人类文明遗产 中国大运河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 其中 隋唐大运河通缉区段全长650公里 开凿至今已有1600多年 是世界建造时间最早、使用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 大运河通缉区四线段全长47公里 其中 现存油水库道28公里 是隋唐大运河通缉区安徽段唯一有水河段 也是大运河通缉区段仅存的活泰遗址 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4年6月 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物 大运河四线段作为通缉区重要的活水遗存段 不仅保留了较为原始的河道 而且整个水系至今仍活太灵通 尤其是四线运河草庙段 基本保持了运河的原始风貌 作为安徽省继黄山和西地红村后 成功入选的第三处世界文化遗产 大运河四线段是安徽省弥族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万艘龙葛绿丛间载道扬州尽不还 应是天窖开汴水一千余里地乌山 沿四线大运河景观亭蜿蜒而下 两岸芦苇柳树飘摇 烟波浩渺 恍然可见古时候随滴烟流 汴水晴波的遗境 四线运河传载着四周文化 流淌着运河水运 作为古四周的中心城市 四线也在不断发掘运河文化内涵 传承运河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是流动的文化 要统筹保护好 传承好 利用好 近年来 我现在合理划定大运河保护区 监测区 加强沿线环境整治和监测管理的同时 积极对大运河四线段进行考古勘探 并先后建成了运河保护展示 运河人家 运河博物馆 中国古鞋博物馆 运河特色小镇 四周系大剧院 晚东北抗战革命纪念馆等公共文化场馆 打造了独具特色的公共文化场馆集聚区 充分发掘运河资源优势 活化运河遗产利用和文化传承 在四线运河的保护传承利用过程中 县委县政府一直立足运河本体保护 做好日常监测管护工作 四线紧紧围绕大运河四线段的科学利用 合理保护进行运河段保护传承利用 先后多次对大运河沿线环境工作进行整治 为运河保护传承利用奠定基础 运河水运绵延流淌过千年时光 自古以来四周百姓与古运河相依相生 如今运河文化在四线影响广泛 文化根脉深深根植于当地百姓中 四线人文汇萃历史悠久 运河沟通南北 自古以来常有文人默克在这里流连忘返 留下诗篇莫保 历史上围绕四线运河 留下了大量的这个墨宝和诗篇 其中你像宋代的宋四家 米符菜香都在四线留下了红线诗帖 其中唐代的白居易的长香丝比较出名 便水流四水流 流到瓜州古豆头 无山点点筹 他说的便水四水交汇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的四线 四线运河作为便水四水一个交汇点 也是我们隋唐大运河和金航大运河的一个交汇处 具有突出的地理位置 在运河沿线成为一个连接南北 沟通江淮的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也是我们江淮文化 淮扬文化和我们淮河文化 一个交融的一个地方 形成了独特的完美的地理历史文化 水运百里 运河悠悠 四线打造运河文化名城 水运与运河文化相融 根据传统古城文化特色 浓郁的四周文化和现代文明薰韬钱 文明健康宜居文化名城的优雅自然画卷 徐徐展开 为做好四线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 四线利用运河资源 打造文化点线 建设公共文化场馆聚落 提升运河活泰利用 大力加强公共文化建设 打造公共文化场馆集聚区 在运河沿线 先后建设开放十大公共文化场馆 总建筑面积达三万平方米 建设投资近十亿元 即场馆游览 飞移教学 文化演出 社会教育 文化体验为一体的 多功能综合性文化场所 形成了四线公共文化集聚区 公共文化场馆兴罗旗部 或坐落在交通便利的 城市休闲广场 或坐落在大运河四线遗址沿线 或坐落在学校周边 形成了一步幻景 皆有文化场所 静态展示与动态体验相结合的 多样化文化体验 使广大观众能够系统性 全面性 完整性地体验了解四线文化 发挥出运河资源优势 活化了运河遗产利用 和文化传承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总占地面积8.35平方公里 建设聚焦五个关键领域实施基础工程 包括保护传承工程 研究发掘工程 环境配套工程 文旅融合工程和数字在线工程 目前已建成有曹运公园项目 大运河小镇森林公园 包括欢鹿延伸段 晚东北抗战革命根据地 再建项目有四周戏剧院 赐水和治理大运河通济区保护提升项目 拟建项目包括我们的大运河考古挖掘展示工程 运河故道生态长廊等其他项目 致力于打造一处集移植保护考古科研 活态展示研学体验 休闲观光为一体的隋唐大运河四线段国家文化公园 传承运河文化畅想城市品牌 四线隋唐大运河博物馆 是一座地方性的运河特色主题博物馆 管体分上下两层 白墙黑瓦单沿歇山顶 整体建筑风格呈隋唐风韵 场馆内设置隋唐气象 人工开河水路繁花 南北渔运 右键运河五个固定展厅 展示大量的古运河文物 彰显古四周身后雄浑的历史文化积淀 场馆及参观游览 互动体验 爱国主义教育为一体 作为了解四线历史文化的综合性文化场所 游客徜徉期间 在古今交织中对运河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运河在我们四县是挺出名的 因为我们四县也是一个运河城市 所以说它这个运河博物馆也是我们运河的一个典型代表 并且它就在我们大运河的一个沿岸 所以我们过来参观的话呢 不仅可以学到里面的一些历史知识 人文常识 并且也可以看到这个运河的它的一些风光 所以我觉得来这边参观还是收获满满的 四县的文化旅游资源丰富 四县围绕特色文旅资源 大运河 盘龙山 石龙湖国家湿地公园等 进行精品旅游线路的规划 其中以大运河四县段文旅片区为中心 重点建设四县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运河小镇等 北边依托盘龙山文旅片区 打造国家旗石地质文化公园 南边依托国家籍石龙湖湿地公园 打造石龙湖湿地文旅片区 形成了一河一山一湿地的文化旅游发展格局 大运河四县段是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 也是四县的城市名片 石龙湖国家湿地公园也纳入到了 国家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 盘龙山的地质其实资源十分丰富 比较具有地域特色 也纳入到了省级大运河相关规划中 因此我们根据这些特殊的旅游资源 通过一河一山一湿地的串联 我们初步设计了三区一带多点的文化旅游发展规划 把四县的优势文旅资源进行合理有序的利用 建设文旅片区进行文化资源的集中打造 目前这几个文旅片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基本完成 相关建设已出具规模 现已发展成为了完美重要的文化旅游地 游客数量激增 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并遇了灿烂夺目的运河文化 沿运河而生的汉文化 古四周文化抵运厚重 四周系也一合而生 喝不够的家乡水 听不够的拉魂腔 唱腔优美婉转高亢的四周系 是安徽省四大地方剧种之一 被誉为黎原拉魂第一强 2006年四周系被列入首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8年四县被文化部命名为 中国四周系之乡 四周系流行于安徽淮河两岸 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和丰富的文化底蕴 以优美的唱腔动听的旋律 唱响淮河两岸大江南北 最近四周系居今有二百多年历史了 它和淮就是淮安的淮海系 和我们山东的柳青系 都是姊妹居种唱腔区别不大 咬字唱腔都是很接近的 但是曲调稍微有点个区别 它是主要呢 现在在大运河文化带这一块 就是我们为了打造这张名片 最近呢 赶拍了就是清关河城输运河 这部戏呢主要是说 就是有个清关在我们四周做过知府 他是疏通运河 焊了能灌溉 就是烙了能排 他把这个运河疏通 这个就是还有这个河城呢 在这个运河边上 就是盗匪四起的时候 他还是灭绝了好多的盗匪 赎金的四周剧院 时常开展四周戏等各类飞夷展演 游客聆听一曲四周戏 鱼音拉魂回味无穷 四县文化馆坐落在清水湾公园内 清水湾公园依古变河而见 环境清幽 是四县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沿花木繁茂的小路深入文化馆内 剧团排练式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张旧照片 凝固法人影像雕刻着时光 印证着四水盘一个个鲜活的四周戏表演者的独特人生 药物布鞋是四县另一项文明侠尔的卑仪产品 四县药物布鞋的前身是四县布鞋 在四县乃至整个淮北平原 民间都有穿布鞋的传统 同时也有着广大农民自己做布鞋的文化积淀 经过数十年反复研制改进 四县药物布鞋以其独特的配方 优质的制鞋工艺 在新产品评选、展销中披金夺银 2010年7月 四县药物布鞋制作记忆 被批准为安徽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四县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高度重视 与新一代制鞋人的努力下 传承传统制鞋工艺的同时 积极吸纳现代技术 注重品牌建设、款式开发的四县药物布鞋 已成长为当地一项特色产业 在走出国门、享誉海外的同时 也为家乡精准脱贫做出了积极贡献 作为四县独特的地方文化品牌名片 为更好的展示、传承、创新和宣传鞋文化 中共四县县委、四县人民政府 设计建设了中国第一家 以鞋文化为内容的博物馆 中国古鞋博物馆 场馆在规划上放眼全国、包容世界 广泛吸纳鞋文化精华 全面涵盖了我国古代鞋文化的各个方面 集中展示了古代中外鞋文化的发展 是了解鞋文化的重要文化场所 通过文化宣传推介畅想城市品牌 四县大运河文化得以在保护传承中得到活态化的展示利用 运河文化价值日益凸显 文化鲜活、文化跃动 四县县已打造成为安徽省公共文化示范县 四县文化的发展态势、发展环境、人才培养 都取得了显著提升 十四、五时期 我县将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 规划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重点实施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理融合、 硕字在线、五大工程 进一步唤醒运河记忆、讲好运河故事 不断提高城市文化软实力 彰显水运四周运河名城的城市文化特质 逐步将四县打造成面向长三角的康养休闲文化旅游基地 和中国文化旅游名县